进入别墅大厅,张元清目光快速扫了一圈,然后狂奔着冲向二楼。 他在二楼的楼梯口停了下来,走廊最里面的那间房,房门紧闭。 门口站着一名魁梧高大的中年壮汉,穿着黑色的背心,肌肉囚结,面色凶悍,像极了影视片里的打授,或保镖。 别墅里竟悄悄地,除了守在门口的壮汉,没有其他人。 王谦的姐姐应该在里面,夏侯天元把他绑来了这里,则,要是把他带在身边,人赃俱获,我直接就呼叫傅青阳。 双引号。 他探出头,观察着二楼的布局,在他这个方向,有一个监控探头,正对着壮汉所在的房间。 如果我是夏侯天元,一定会让人24小时盯着监控探头,一有异常,立刻支援张元清默默缩回了头。 这个时候,夜游时间结束,他背靠楼梯墙壁,一边回复体力,一边思索着。 眼下的情况,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 一,悄无声息地离开,通知傅青阳派人解救人质。 二,干掉这群劫匪,带走王谦姐姐。 第一条选择,看似更稳妥,但官方行者干预进来后,势必会暴露他在这件事里的身份。 夏侯天元会知道是伟大的原始天尊破坏了自己的计划。 哥在以前,张元清不怕,有功勋在身,底牌又多。 可是,有了王谦姐姐这个例子,她的考虑没有底线的夏侯天元, 会不会调查他身份,然后对他家人下手。 车祸,猝死,这些手段可没法走程序正义。 而他又没有制定好稳妥的,暗杀夏侯天元的计划。 相比起来,第二条方案更靠谱,前提是他能速战速决,不暴露身份。 夏侯天元第一时间怀疑的,肯定是指杀公的人,而不是伟大的原始天尊。 张元清慎重思考起第二条方案的可行性。 夏侯天元不可能派胜者敬的人看守一个普通人, 这个等级的行者,也不会干这些粗活。最大最大的极限, 就是一名三级行者坐镇。夏侯家是学士职业家族,不缺道具, 这群人里,必然有一个人掌控道具,至少一件。 门口那个中年壮汉,给我的感觉,很像火狮,气息深厚, 而外面几个的气息不足,此人应该是最强的。 衡量之后,他决定冒险一事,先以最快速度解决掉外面的三人, 然后在夏侯天元的人赶来之前,干掉门口的壮汉。 掌控道具的三级火狮战力很强,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实在不行,就动用红盖头。 但要毁尸灭迹。张元清心里咕弄一句,毕竟那是我孩子的妈。 他选择单枪匹马的救人,不是为了王谦, 一半是为了心里的那股气和抱负夏侯家,一半是为了小豆比。 培养了人家的儿子做灵仆,就当还这份人情了。 理清思路后,张元清打开物品栏,取出一绒戒指。 他早已摸清楚这枚戒指的功能和限制, 戴上戒指后,在脑海里观想某人的容貌, 就能变换成那人的样子。 限制是,不能性转,不能变得比自己原本容貌帅。 备注,自己尝什么模样,心里没点数吗? 就是这个意思。 戴上戒指,张元清在脑海里观想夏侯天元的模样, 几秒后,他的容貌呈现水波般的扭曲, 等波纹瓶颈,他已经变成了夏侯天元的样子。 进入夜游状态,悄然下楼。 后院,三名中年人围坐在圆桌边, 晒着晚春的太阳,或喝着啤酒, 或吃着食物,闲聊着。 话说回来,那个女人姿色不错。 正对着客厅的大肚懒中年人, 轻轻抚摸着肚皮,黑黑的怂恿同伴,道。 兄弟们要不要爽一爽, 天元少爷只是用他当筹码, 不死便成,不会管这些。 两名同伴不上钩, 一个吃着烤肉,一个喝着啤酒,道。 可以啊,你打个电话请示一下, 天元少爷要是没意见, 那我们就进去把他办了。 大肚懒中年人兴兴笑道, 我这不是觉得无聊吗, 找点乐自备。 他表情忽然僵住,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客厅, 厚厚地毯上,客厅门口, 一双崭新的红武鞋,一起衣落。 场面诡异又惊悚。 大肚懒中年人瞳孔一缩, 急促示警,后面,你们后面。 两名中年人一领,猛地回头。 在三人的注意力被红武鞋吸引时, 张元清出现在大肚懒中年人身后, 左手捂住他的嘴巴, 右手握着嗜血之人, 在颈动脉轻轻一抹。 两名中年人听到沉闷的呜呜声, 立刻回过头来, 看见大肚懒中年人面容惊恐, 看见他颈部喷涌出血泉, 也看见了侧脸见着鲜血的年轻人。 天元少爷。 两人神色一阵。 一惊一乍间, 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张元清挥刀刺向左侧中年人的胸口。 对方本能地探手擒拿, 不料抓了个空, 刺来的柳刃泡影斑破碎。 换数。 下一刻, 他后背衣凉, 鲜血喷涌而出。 夜,夜游神。 他愤怒和不甘地吐出这句话, 缓缓尾顿余地。 另一边, 最后一名绑匪刚要做出应对, 便见那双诡异的红武鞋, 啪哒啪哒地冲了过来。 他本能地挥拳迎击, 却听咔嚓一声, 手腕处骨头刺破皮肤, 拳头耸挂在腕口。 砰砰砰。 红武鞋已极快的速度, 连续的, 是大力尘的踩踏绑匪胸口。 中年绑匪到飞出去, 再也没能起身。 整个过程不足十秒。 张元清走上前, 把弑血之刃刺入最后那名绑匪的胸口, 让这件蛊惑之妖的武器吸足了精血。 握着刀柄的他, 感受到了一股滚烫而磅礴的力量, 涌入身体。 连续施展夜游带来的轻微疲惫, 消散依空, 甚至, 身体状态超越了平时的巅峰。 蛊惑之妖的被动嗜血。 张元清手持嗜血之刃, 堂而皇之地迈入客厅, 刚踩上松软的地毯, 门边亮起一抹迅捷的火光, 打爆了他的头颅。 但这只是一道幻影。 黑背心壮汉的双拳不知何时 戴上了红色绿纸手套, 一拳打空, 他的表情微微一愣。 这时, 真正的张元清, 鬼魅般地出现在壮汉身后, 一刀扎向后心。 夜游神的袭击无声无息, 防不胜防, 但在刀尖扎破皮肤, 刺入肌肉的瞬间, 那名火狮已惊人的反应力朝前扑倒。 夜游神黑背心壮汉一个翻滚起身, 挑了挑眉, 你不是天元少爷, 你是谁? 至少破防了, 他会持续流血张元清不理会对方的话语, 关上了客厅的门, 接着隐匿身形, 伺机而动。 同时, 他悄然取出天蝉炉, 踢到沙发底下, 向红武鞋下达了追杀指令。 哒哒哒, 红武鞋迈着轻快的步伐, 狂奔着冲向中年壮汉, 张元清趁机从左侧绕过来, 试图与红武鞋夹击这名火狮。 如果时间充裕, 他完全可以复刻地下车库击杀欧像荣的战绩, 可惜, 不是每一次的战斗都能有那么好的条件。 哼。 黑背心壮汉冷哼一声, 带着拳套的双手窜起熊熊烈焰, 一拳砸像红武鞋。 他很快体验到死去同伴的无奈, 火焰和拳头穿透了袭来的武鞋, 随后是邦邦两声, 胸口传来巨痛。 巨大的飞踹让他心脏刹那骤停, 亮呛后退。 机会。 张元清扶低身体, 猎豹斑窜向敌人, 这时, 他看见黑背心壮汉脚后跟衣杵, 稳定身形, 双拳在胸口狠狠一碰。 轰。 像是一颗高爆手雷炸开, 热浪和冲击波肆虐, 扫过偌大的客厅, 地毯, 沙发, 木柜被点燃, 窜起高高烈焰。 张元清也被炸了出来, 浑身疼得险些晕厥, 头发卷起, 衣服燃起火焰, 脸上出现黑红肾血的灼痕。 黑背心壮汉脸色一白, 似乎也受到了爆炸的反噬, 他胸狠扑了过来, 挤背肌肉一掌, 右臂握拳后拉。 啪! 空气仿佛撕裂。 半眩晕中的张元清无法躲避, 选择了最正确的应对, 伸手在虚空中一抓, 抓出一枚黄邓邓的宝珠。 下一刻, 凶悍的拳头落在了脸上。 砰砰砰一声声沉闷地响动在张元清耳边回荡, 一记比一记重的拳头落在脸旁, 胸口。 他似乎忘记了反抗, 被打得踉枪后退, 甚至连后退的步伐都无比沉重, 仿佛肩膀扛了一座衫。 涂黄色的光晕附在他体表, 荡起一圈圈的微小连衣, 全力透过沉闻者宝珠的防御, 倾泻在他身上, 很痛, 但能承受。 哒哒哒。 红武鞋赶来营救没用的主人, 是大力尘的两脚蹬在火狮腰侧。 张元清终于抓住机会, 立刻收回宝珠, 持刀向前一挺, 刀尖刺向火狮腹部。 这时, 黑背心壮汉身体自然, 消失在张元清面前。 下一秒, 他出现在张元清身后不远的火焰中。 火形。 黑背心壮汉现行后, 立刻踢出一团赤裂的火球。 身后延峰逼来, 张元清以最快速度前扑, 让火球擦着头顶飞过, 轰得撞在不远处的墙面, 撞出一大片焦黑。 他刚扑倒, 还没来得及进入夜游, 第二颗第三颗火球便接连砸来。 张元清侧身翻滚, 避开了第一枚火球, 被第二枚砸中腰部, 衣服瞬间燃起, 拙劣地剧痛袭来。 砰砰。 两声飞踹再次给他制造了喘息时机, 张元清翻滚的身形消失不见。 黑背心壮汉闪身避开一次正面踩踏, 忽然感觉头顶衣梁, 紧接着, 余光瞥见那个易容成天元少爷的夜游神, 在左侧悄然浮现, 挥刀横扫。 哼, 鬼魅忌俩。 这一次, 他没有主动迎击, 而是驱使弹出一道火线, 轻易射穿偷袭的夜游神, 让对方化作泡影消散。 但就在这时, 黑背心壮汉眼前依黑, 失去了视野。 他心里依领, 当机立断, 双拳在胸口护撞, 撞出可怕的烈焰和冲击波。 哼。 气浪震碎了电视机, 掀翻了盆景, 客厅窜起了熊熊烈焰。 没被偷袭黑背心壮汉松了口气, 这个时候, 视野恢复, 头顶的良意也没了。 突然, 一股痒一爬上喉咙, 他忍不住咳嗽起来, 越咳越痒, 黑背心壮汉弯下腰, 咳得脸色通红, 咳得跌坐在于, 手脚酸胀麻痹。 红武鞋逮住机会, 疯狂进攻, 一下又一下地践踏在黑背心壮汉身上。 通往二楼的楼梯口, 张元清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脚边是眼泪汪汪的圆润婴儿, 小手拉着主人的裤脚, 另一只手指着黑背心中年人, 控诉自己刚才被他吓坏了。 刚才正是小豆笔趴在了火狮的头顶, 再由张元清操纵, 换走了视觉。 目的就是逼迫黑背心壮汉再次施展爆炸手段, 因为之前张元清敏锐地察觉到, 这是一种杀敌一千字损八百的招数。 这一切都是为了毒发做铺垫, 在一刀刺中黑背心壮汉的后背时, 张元清蒙生出了一套打法。 以红武鞋和嗜血之刃做消耗, 以天蝉炉为杀招的打法。 天蝉炉的毒素是持续挥发的, 理论上来说, 西医口就中毒了, 只是最初毒素微弱, 普通人都能承受, 所以需要时间积累。 但如果目标人物身体状况很糟糕, 很虚弱, 免疫力肯定会下降。 于是, 他制定出了由红武鞋的追杀, 嗜血之刃的流血, 来消耗敌人, 再由天蝉炉结束战斗的计划。 而他刚这么大胆地使用天蝉炉, 并不是在赌, 是赌定自己免疫力会强于火狮, 叶游神的强大生命力和自愈能力, 是他的底气。 火狮并不具备这样的被动技能。 剑火狮在红武鞋的踩踏下, 终于没了动静, 张元清仍不放心, 把柳刃当作飞刀, 用力投掷。 锋利的刀身定进了对方的小腹, 他这才放心, 不再耽搁, 在轻翻的沙发下摸索出天蝉炉, 把这件青铜为底, 乌目为深的道具收回物品栏。 接着, 依次收回嗜血之刃和红武鞋, 还有火狮手上的那双拳套。 此时火焰已经开始蔓延, 熊熊燃烧, 又吞噬整个客厅的趋势。 张元清抓紧时间, 冲上二楼, 高高跃起, 一拳打碎监控探头。 登登登。 他在铺设鱼木地板的廊道跑起来, 很快来到房门前, 突然, 张元清瞳孔剧烈收缩, 死死盯着门边。 一只手机静静地躺在那里, 手机的屏幕亮着, 正在保持通话。 通话人下猴天元。